第五節 第五節介紹一下StreetMotion的部分 StreetMotion主要是在我們那種機構部分 就有像這樣子 有一個彈簧再加上一個質量 那寫出來方程式 跟刻本的機構 71A那個地方的2.124是一樣的 這可以推出刻本的2.124 因為我們要的是電機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比較少用 所以我們就不看這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我們二階的電路部分 好 那我們一般看到的 會是一個串連的ROC電路 或是一個並連的ROC電路 所以我們去推這個 那昨天有考一題 要你們去推那個方程式的 所以要我們去從Cable 去刻錫電壓電率開始去推 所以我們依照電壓聲 就等於電壓降 所以VR的電壓 再加上VC的電壓 再加上VR的電壓 這是電壓降 會等於電壓聲 會等於YOT 等於這樣子 所以這邊假設我們有電流給我們 好 有電流給我們 所以我們這邊的壓降會變成去R 去乘上RP 好 那VC的話變成C分之1 I 一P 然後VL會變成L 是I 然後DP會等YOT 那剛才YOT是什麼 我們昨天給你的是一個 直流電源80V的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這可以去寫 還有一個二階圓方程式 那用的方法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假設我們 初值都是0的條件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帶進去 好 所以這個帶進去 變成L 存上Q的DoublePlan 好 再加上R 好 去存上Q的Plan 好 因為I帶進去嘛 好 然後幾乎為分反應算 隨便成C分之1 Q的T 會等YOT 好 所以你要寫一個二階圓方程式 會變成L分之R 好 加上LC分之1 Q的T L分之1 1 好 那這個我們前面在寫的 文方程式 好 寫一個YT 好 加上A乘上YPlan 好 然後再加上B乘以Y 好 等於FT 好 是一樣的 好 因為我們一般L、R、C 都是給的是常數 所以會出來會是一個 常係數文方程式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說 常係文方程式 我們區定Y 好 等於 Experential 等於T 好 以前是X 因為現在變數是T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 根 對不對 帶進去我們得到一個特性方程式 嘛 配成什麼 那樣的平方 再加上A乘上的 加B 等於0 好 所以我們這個前面提過的 常係數的 我們會有一個什麼 像一十根 對不對 一種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得到一個 什麼 有嗎 還記得嗎 還是要一直寫 你會想省略一下 你會想省略一下 你看到那個課本的第60頁那個地方 好的 2.34 然後往下有Case 1、Case 2還有Case 3 Case 3在課本的61頁的下方 就有三種 所以這會得到一個Lamda1 再一個Lamda2 所以我們的1 會變成C1 再加上C2 所以我們會得到一個YP 對不對 去求 用我們第二節以後的方法 就第三節我們用參數變換法 或是我們後面再講的 代替係數法 都可以做 所以我們YP找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Y 會等於Y H 把它寫大小 因為之前寫的應該是大小 YP 那這一樣我們相意識跟 所以是Lamda1 會等於Lamda2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Y H C1 is potential Lamda1 T 再加上C2 然後去乘上T is potential Lamda1 T 所以一樣的方式 去把它寫出Y出來 去把它寫出Y出來 第三種也是一樣 構物部數跟 我們 Lamda1 跟Lamda2 會得到是Alpha 加減I H 所以我們的Y H H H is potential Alpha T C1 Code Finance Beta T 加上C2 Sine eighty Beta T 等於來當機了 可以錄得到嗎 好 所以也摔到旋下的長手 好 所以我們看到會是這三種類型 那這三種類型依照他的講法 這邊有一個叫做 Damping的 然後有第二個狀況 一個就是 我們把課本那個寫一下而已 這個所謂的過阻尼 然後那個平阻尼還有一個 那個寫阻尼的方式 那就是依照我們 剛剛的二階文方程式 所以你去看到 七十二頁的地方 有在課本可以看到七十二頁的地方 它有一個case 1 那我們的case 1 就是我們那個過阻尼的狀況 就是兩個相亦十根 你看到七十一頁跟七十二頁的地方 那七十二頁有一個c平方 解4km大於零 那等一下我們會對照講一下 那你看到在七十二頁的上方 它算出來兩個根是相亦十根 有齁 然後再來就往下 七十三頁的地方有個七平方解4km等於零 好 那個就往下就是重根 對 我帶客們看一下 七十三頁的地方有case 2 就所謂的重根 那重根的話它講的是critical damping 就是一個臨界阻尼的狀況 然後七十四頁有一個underdamping 就是一個 就是欠阻尼的狀況 欠阻尼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它在立體2.22那個地方 算出來就是那個共歐負數根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第三種 第三種 好 那這邊前面提的是 所謂的沒有加外力的 它是說 因為它用的是機構的系統 所以它沒有加外力的 那沒有外力的話相當於就是 沒有加電源 就是算出來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齊興文方程式 這邊是等於零的狀況 就所謂你們在以前講的 電路學裡面叫做零輸入響應 零輸入就是沒有輸入的那個響應 算出來的結果 好 那一樣都是會有這三個狀況 那有加電源進去 就是我們之前提的 非其性的文方程式 等候右邊不等於零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在這邊的fx 或是ft就有子而已 所以看你什麼 所以這個fx帶進去 或ft帶進去 算出來就是多零這個yp 所以說這個過阻尼 臨界阻尼還有欠阻尼 就是剛剛所提的 所以這個過阻尼部分 就是第一個狀況 就是課本來講的 就是兩個相意識根 然後再來是臨界阻尼部分 它講的就是從根部分 像這個 然後我們的欠阻尼部分 算出來就是會像這個 我們的共二負數根 所以你可以對照課本看一下 好 那再看到75 夜的2.2.5 就有加YD的 就是force motion的部分 就有加YD 就ft 或是它的那個 函數有 就是ft有直了 有直了 所以我們去算 一樣就是有變成我們之前講的 非其性的二界文方程式的算法 所以一樣有case 1,case 2,case 3 所以你看到75夜的下方 有一個overdamping 然後有加外力的 76夜有一個critical damping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從根的部分 只有加外力 然後76夜的下方 有一個underdamping的部分 就是一樣有加外力 所以前面跟後面都一樣的敘述 只是有加外力跟沒有加外力的差別 所以有加外力我們就是多算yp 特解的部分 那77夜的地方有一個reinance 就是所謂的共振部分 2.5.3 2.5.3 那2.5.3的話它就是r等於0 r等於0 所以它產生的就會是像這樣子 沒有阻力的那種狀況 這邊就是平的 這邊就是平的 就是沒有r 所以有r的話它的波形 可能會是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這個是有r的情況 它會隨著你的指數衰減衰減衰減到最後一個穩定的值 所以77夜2.5.3reinance 這個產生的就是一個共振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 算出來的y就是sin cos 就是那個答案呢 就是sin跟cos的部分 好那我們要談的是79月開始的部分 好就是2.5.5 好就有關於我們 好電機工程的部分 因為這個跟我們比較有相關 所以有在課門可以看到2.5.5 79月的下方 這個地方 好看也有關於我們電力的部分 好 好 然後你可以再往下翻到80夜的地方 好這個是我們剛剛推出來的式子 所以我們把這個結論就拿過來用 就這個部分 我現在寫的部分是在80夜的上方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畫一下 那這邊在課本的80夜的上方 好他有去對照說我們機構的系統 好就剛剛說畫那個彈簧質量 好那個機構的系統部分 跟我們電路系統的對照 好 好 所以假設我們這邊有一個y 好這個應該畫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有一個ft 好所以你未來看到的式子 我們在電路裡面有電荷電流 有電源 然後還有電桿 還有電阻 還有電容 這我們電路上看到的 那你在機構裡面看到的 會是位移部分 好然後速度 然後外力 還有質量 還有阻力系數 還有彈簧系數 這一些 好 對照過來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仿照去寫 好 因為你們可能看到的 不會是機構系統 大部分除非你要考那個 自動化鎖的那一些 好才會考到像這一種 好 好 現在寫出來的話會是 好一樣是y 大部分 好 所以l的話就相當於是 這邊的m 好 所以這m分之 好 r 那r的話就相當於是我們這邊的c 好 所以我們一樣 好這邊有一個m 好 然後 再來是lc 所以這相當於會是一個k 好 再除上一個m 然後再乘上一個y 還有一個m分之一 f of t 好 所以原來的話 一般我們是m乘上y大幅 再加上c乘y幅 好 再乘上ky等f 好 會是這樣子 一般看到會寫這樣 那這個只是把m 除過去而已 好 那我們這個仿照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在看到這邊是q of t 好 看到就是微方層次的函數部分 就是q of t 好 相當於就是我們這邊的 我這邊 下一個t 好 相當於這邊的y 就是位移部分 好 所以我們未來給你的會是 好 那種 電路給你不會那個 機構系統給你 好 所以我們 可以看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這邊是120歐姆 好 然後這邊是10的-3 然後L的話是10 然後L的話是10 1的話是17 Sine的2t 好 所以你一樣去選用cable 好去寫出這個 推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去推 那我們昨天有請你推一個電流的 好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電流 但是電流需要做微分 好 但昨天那個不能把電流微分 因為我們給你是直流電流 你把它微分就變0 好 所以算出來答案會是0 沒有 所以要用q去算 那q去算的話 就會有一個障態的行為 好 就是慢慢衰減到0 好 直接很短 好 所以我們依照這個去算 用q去算 好 所以這個已經推過了 我們就不推了 好 所以我們把它帶過來 好 所以是l分之r 乘上q' t 好 再加上lc分之1 q' t 好 會等於l分之1 q' t 好 所以把它帶進來 好 上面的數值 所以l 好 是10 然後r的話是120 好 再加上l是10 好 然後那邊的話是10的-3 好 所以這個是q' t 那1的話是17 好 sin的2t 好 所以我們這裡l分之1 好 給出來是 這樣子 所以這個出來會是我們剛剛講的長係數二界圓方程式是q' t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是會變成100 1000 所以變成100q' t 好 那這個是1.7 上你的2t 好 這樣子 所以一樣我們就先算第一個 對不對 好 先算七星解 那七星解 令這個等於0 好 所以說我們會變成是 令 好 我們先去令我們的y會變成lmd t 10 所以會得到我們的特新方程式 變成4 所以就写出我们的 yh t 但是这边是 q 所以要把 yh 这个改一下 写一个 q h of t 所以变成 exponential 的负6t c1 cos 的 8t 然后再加上 c2 sine 的 t 那接着我们去算 我们的 特解 特解的话就是恢复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们这是长系数的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方法 这是 sine 看后面 所以我们可以用带定系数法做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带定系数法做 所以我们去令我们的 yp 令什么 看到 sine 我们属于这些角应该是第一 四爪到第五爪 所以令 a 乘上 cos 的几 t 2t 对不对 再加上 b 乘上 sin 的 2t 定这样子 然后去把它解出来 好 那这个回去给你们 反正就微分一次 微分两 方法步骤我还记得吗 微分一次 微分两次大文方程式里面 然后比较 sin 跟 cos 我们上次有讲一个立体 类似这个的 我注意看一下 所以我们 yp 去把它算出来 那算出来的话会是 240分之1 好 然后再加上 240分之1 好 然后再加上 240分之1 然后负的 cos 的 2t 加 4 倍的 sin 的 2t 好 那这个假设万一还有粗值 还有粗值 假设我们现在电荷给你是 0 然后电流给你是 0 好 那就可以决定什么 可以决定拿两个常数 可以决定这个 c1 对不对 决定这个 c2 好 算出来 可以吗 有问题 好 所以说 q0算出来 比较简单 但是 i0给你 代金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把 q 微分 才是电流 这微分有两项 好 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但是就是这样算 所以你在电路许也应该是这样子算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假设这个通通给你 我们这个 c1算出来 好 会是 好 假设这个给你 c1算出来会是 1500分之7 好 c2算出来会是 1500分之1 这把它写进去就好了 好 这我会去给你们自己做一下 好 那我们正在的 就是这个 spring motion 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是要产生一个 二阶的文方程式 好 那二阶文方程式 我们前面也提过 就是一个 rlc电路所组成的 那这个列出来的会是一个 q 那假设我们是给你一个并联的 好 给你一个 rlc电路是并联的 好 一样的 好 这样是 i 好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使用的是什么 kcl 好 去算 那其实这个应该很好算 因为这个并联整个电压都一样 好 那万一这边再给你加一个电阻 你就比较难算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们电路学里面讨论的 在这边一样 只是列出来 是会列出一个二阶文方程式 这样子而已 好 那这边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推导部分 刚有给你推导 所以你要看的部分 就其实9月下方 2.5.5 以外我们电路部分 推出来是 q 的二阶文方程式 好 那一般我们给你的 不会是系统 机构的那个部分的系统 好 那这个部分回去可以试一下 好 那刻本那边因为他主要讨论的是 系统的部分就是那个机构的部分 所以他那个给你的题目 好 他给你续述的题目 他有的已经推导完 那有的没有推导完的部分 你可能有空自己回去推一下 好 那我们看到课本的第80页的地方 好 那他推导完的 就是我们给你的勾的三体 他都已经推导过了 好 考试的时候不会给你们这一个 好 考试不会给你们这一个 好 他写的是 y 啦 好 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推 好 那歪出来就是代表是 q 的意思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给你勾的第三体 好 他已经微微方程式给你 不会微微方程式给你 假设一个电路给你 不会微微方程式给你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电路 那你要自己去推这个 q 或是推那个 i 然后去解出这边的 齐性解 解出这边的特解 然后写出他的通解 通解出来 假设有初值给你 你要解出他两个常数 c1 c2 再放回来 这个才是答案 所以大概要15分钟左右 正常算完大概15分钟 再简单也大概要15分钟左右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体 他给你 y 大分量加 2y 分量加 5y 等于 0 好 那个已经他答案已经算出来给你 就 RLC 数值都给你带进去了 所以你看到第11体 好 他4倍的 cos 有3t 好 就是他一个是 就是一个 force motion 就是一个外力 有之后加一个那个 强迫成分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第81页的16体 也是一样 他也给你了 好 那两体的叙述 虽然给你的外力是一样 都是4倍 cos 有3t 但是他所给你的文方程式不一样 所以 y 大分量加 4y 就讲了16体 y 大分量加 4y 分量加 4y 好 那个部分 所以 1y 出来的话 其心解会是 多少 16体要给你是 y 大分量加 4y 分量加 4y 赔3倍的 cos 多少 4t 吗 4倍 cos 3t 给你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 其心解得多少 可以看出 加2加2加2嘛 这个同根 所以应该是 1的 co 2t x1 負二 負二 你的同學會變成負二I 小心一點 這個負二I補字 是負二負二 這一項過來 是負二負二 出來答案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應該都還算簡單 所以出來這一種題目難算 是難算在後面那個部分 就粗子帶進去 那邊比較囉嗦 要不然的話 其他應該都好算 因為 cable 裡面會列嘛 對不對 列完之後就解YH 解YP 而已嘛 所以應該有覺得是沒有問題 好 這樣敘述有沒有困難 網立都會搞一起電路喔 所以回去要練習一下 這是列文方程式 好 好 好 有沒有問題需要討論的 都沒有 好 沒有 我們就繼續 好 看一下81月的2.6節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節 所謂的遊樂園方程式 好 看一下 海蝦探體 少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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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下課本的 81 頁的地方 有那個藍身影區的定義 我們看一下81頁 2.6 解 我們看一下薇菈的文方程式 2.15的公式 2.15 的公式 是x 平方乘以y 等於pland 然後再加上ax 乘以y 等於pland 我們前面有預告過說 y 就這個尤拉的微分方程式 寫一下就不會唸錯了 所以假設你的y 前面不微分 放的是常數 這是它的標準型 然後微分一次 前面一定要放一個x 不管常數是多少沒關係 微分兩次 前面一定放的是一個x平方 前面有沒有常數沒關係 它只要求y 沒有微分放常數 微分一次一定要換一個x 微分兩次一定要換一個x平方 那假設我們是三階的 未來會減到三階 這邊就要放s的三次方 就這樣子 一次列分 這個叫尤拉的文方程式 假設是看 我們還是把那個文字把它看過一遍 我們看到81頁 我帶課本來看一下81頁的2.6節 那個藍森影區的地方 我們AB都是常數 我們有一個微分方程式寫成2.154 叫x平方乘以y大幅 加上a乘x乘以y幅加 b乘以y等於0 我們把它稱為叫尤拉的方程 尤拉的微分方程式 但我們有一個圓方程式 它有定義是說一個hobline 就是我們的右半邊 x要大於0那個部分 因為等一下牽涉到 我們要所令的函數的問題 x要大於0 跟x小於0也可以 所以x大於0 那為什麼x不等於0 等一下我們令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不行 我們去找出x大於0 或是x小於0的解 結果寫出y的解 算出來看等於多少 那這個假設判明 除了你是尤拉的微分方程式 我們標準的做法 例x等於x等於t 那t就會等於nature log什麼 反應算x 所以這x一定要大於0 對不對 各位小於0 對數不予以許 但x要大於0 要不然會發散 所以我們令完之後 這個要自動加上來 所以他討論是x大於0 那什麼時候x會小於0 我們未來會講一個立體給你看 真的是x小於0的情況 好令完之後 我們把它帶到我們這個y裡面去 所以我們原來y是t的變數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寫成 對不起 原來是x的變數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寫成的是y 好 那裡面 這個x是把t取指數 好 就你看是多少 我們把它取2.78 取到一個指數 好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把它寫出一個像 好 大寫的寫法 好 所以我們這就是x的exp t 嘛 好 所以我們這把它寫成exp t 可以嗎 原來是y是x的函數嘛 原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x把它定成這樣子 好 定成exp t 所以x帶exp t進去 那是把t取指數 所以我們把它寫一個大y 代表你的 好 裡面的函數t都是取指數的 好 所以我們寫成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著因為裡面有微分一次 微分兩次 所以我們先去算這個微分一次的部分 那按照這個運算 我們這個是 對x來微分 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t的變數 所以我們要練所率柱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yx等於y of t 可以嗎 再乘上的t dx 可以齁 那這個回覆會等於多少 x分之一 對不對 然後這個y 對t來為分 所以我們把它寫一個叫y分 可以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t是等於內圈 所以我們對x來微分 是不是x分之一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所以我們把x乘過去 所以x乘上y分 這個y分裡面是x的 y等於y分T 這個大y裡面是t的變數 那我們再看另外第二個 是y分的x 依照我們定義 好 這是y回分一次 一次 再對x再微分第二次 好 變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是dx 那這剛剛已經算完了 對不對 這個dy dx 是這邊 所以我們這是x分之一 y分之一 再乘上y分之一 再乘上y分之一 一樣我們兩個函數 變數率來做 所以我們 好 假設後面纖維 好 然後我們再乘上一個x分之一 再加上前面纖維 前面微分 前面微分 所以前面微分是x的負一次方 好 所以說變成負的x的平方分之一 可以嗎 這個x可以直接微嗎 可以接受嗎 好 好 所以我們這是y plus T 這樣子 刮刮大一點 好 這是x的負一次方 我們去把它微分 所以負的x的負二次方 就得到這個 那這個是前面微分 後面沒有人 就得到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乘 所以這一項 我們裡面是T的變數 對x來微分 所以一樣再用列數率做一次 好 這個是後面的x分之一 所以就減掉x平方分之一 yplus T 所以再有一個x平方 好 所以變成x平方分之一 這個T可以微分了 好 所以大幅分之一 再減掉 x平方分之一 yplus T 可以提出一個x平方 分之一 因為都一樣 好 所以我們這邊是y大幅分之一 去減掉yplus T 好 我們一樣再把它x平方乘過去 好 所以我們剛剛的 這個算出來的 所以比方x平方y大幅分之一 這個是x的函數 變y大幅分之一 就減掉yplus T 好 所以你的微分方程式 好 這個改寫 增一下 再進去 我們原來是x平方 把它超一遍 好 加上a乘x乘以y 然後我們加上b乘以y等於0 未來這個不見得會等於0 這個是其性的 未來這邊一樣可以有函數 好 所以我們先帶這個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這個式子 這邊y大幅分之一 再減掉yplus T 再加上a 去乘x乘以yplus 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又得到一個yplus T 再加上bplus T 好 因為這個是小y 好 那我們 剛剛等過來等於大y 好 t的 所以變成這樣 所以這要我們去整理出來 這個是y大幅分之一 再加上a-1 好 y分之一 再加上b乘以y 那這又是什麼 長係數二階的微方程式 對不對 a是長數嘛 前面我們在定義 剛剛有給你講的 b也是長數 所以長數-1還是長數 b是長數 所以這個人得到一個長係數的 好 好 好 就得到這一個 好 所以一樣 依照我們算出來的 我們去令y等exp t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根的形式 對不對 相意識根 重根 共二負數根 對不對 看你算出來是什麼 就是什麼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假設你判別出來 它是由要零方程式 你記得 出來永遠 你假如是令 s等exp t的令法 令出來永遠是這樣 所以就變成長係數 可以嗎 長係數的話 就a-1 然後全部變成y 好 好 我們看一個例題 我們看到82頁的2.23的例子 好 它第一部給我們是s平方乘y大方 加2倍的sy-6y等於0 好 這個是尤拉標準形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去令 s等exp t 然後t就會等於nature x 然後t要怎樣 x要怎樣 大於0 因為對數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 就在寫第二行 y of x等於y的小y 好的exp t 所以等於大y of t 好 寫這樣就好了 那接著 所以你看到結論帶下來怎樣都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x s 會等於 s 那y of t 會等於大y of t 然後s平方 所以y of t 會等於大y of t 會等於大y of t 減掉 y of t 寫到這樣子 這個不用再去推 好 那你要寫這一行 或不寫這一行沒關係 但這兩行建議你們一定要寫 好 可以嗎 因為等一下你要用到y 定義這個y 好 你要有t 定義這個t是這樣子來的 可以嗎 這一行不寫不寫還沒關係 那這兩行建議你們一定要寫 好 可以嗎 好 這兩行有分數 對不對 這樣就有 你們一定會寫 可以嗎 可以 好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微方程式 好 所以就變成是y of t 再減掉y t 再加上兩倍的 這是a嘛 所以 所以是兩倍的y t 再減掉6y 會等於0 好 所以我們a減1嘛 所以2減1 所以我們得到就是y of t 好 再加上y of t 再減掉6y 等於0 好 這個是長係數 好 所以我們再去例 你的大y of t 等於exponential的 等於t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長 那個特性方程式 好 這邊等於平方 加上等於減掉6等於0 好 所以變成等於會多少 加3 那麽的減2 會等於0 所以那麽會等於-3 跟正2 寫在上面 趴在D差不多 所以y of t 就可以寫了 所以變成c1 exponential-3t 加上c2 exponential的2t 好 t那是t喔 但是你t不是答案 你要還原 對不對 所以要寫出y of x 會變成c1 多少 x的-3次方 加上c2 x的平方 然後你的x要大於0 好 要寫這樣子 好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有聽不懂可以來討論 好 我們先到這邊 明天我們再繼續 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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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